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紫花地丁 这张图呢,就是紫花地丁 紫花地丁呢,我们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来 它的花呢,是紫色的,非常漂亮的 上节课呢,我们学的是蒲公英 蒲公英呢,它有一个俗名叫黄花地丁 也就是蒲公英的花是黄色的 蒲公英和紫花地丁呢,它们都叫地丁草 而且它俩的功效呢,也很相似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开始了解一下 紫花地丁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紫花地丁是仅菜科植物紫花地丁的全草 它幸违、心苦、和入、心肝精 它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临床上用于丁床肿毒 臃肿发背 热毒庸盛 这时呢,它可以配入金银花莲窍 蒲公英,还有这个 野菊花,这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同用 它也可以外用 外用呢,把心想的紫花地丁 捣碎,然后敷到晃处 紫花地丁的常用量 是9到15克 大肌链也可以用到30克 心想的话可以用到30到60克 那临床上呢,紫花地丁经常和梨头草 它俩哄用 因为梨头草呢,它长得和紫花地丁也挺像的 而且它俩的功效也基本上一样 所以医生也经常把它俩哄用 关于紫花地丁和蒲公英的区别 它俩一个是紫花,一个是黄花 这是形态的区别 因为它俩呢,都可以清热解毒 但是不同的是 紫花地丁呢,它偏限于清洁热毒 它清洁热毒的力量比较强 所以用于丁床中毒 而蒲公英呢 它相对而言 偏限于这个散结消肿 所以用于乳庸、肺庸 这些结解 这种比较多一点 临床上常用的方剂有紫花地丁散 里面有紫花地丁 作为菌药 用于各种创庸中毒 好了,那紫花地丁就讲完了 比较简单 我们回顾一下 紫花地丁是锦菜科植物 紫花地丁的全草 它和蒲公英都叫地丁草 它是紫色的花 叫紫花地丁 蒲公英是黄色的花 又叫黄花地丁 它们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都可以用于丁疮肿毒 紫花地丁呢 清洁热毒的力量较强 普攻英呢 偏向于消肿散结 好了 那紫花地丁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下节课我们再见